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Old Man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今天這一集呢 應該是萬眾期待的第一集 就是呢 今天我要 公佈我們的神秘計畫到底是什麼 這個神秘計畫呢 記得在前一集 我跟各位稍微講解了一下 不是講解 稍微透露了一下我的神秘計畫是要做些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我不能轉彎了呢 可以轉彎了 大家看了之後呢 各種猜測 各種猜疑 有的人還蠻聰明的 一語就到破我的這個 秘密 秘密計畫是什麼了 其實這個計畫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們有沒有想過奇怪為什麼老頭 為什麼看到一次嘟嘟鳥飛這麼快衝過去啊 這超屌的欸 幽靈事件嗎 好啦不管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老頭怎麼一直不去抓水中生物呢 不管各位怎麼哀嚎 每一集都講一遍 每一集都講一輪 都講了八千輪了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他是一個水池 其實呢 他不是一個水池 各位看見了沒有 這個水池看起來是很平常對不對 但是呢你會發現別有洞天 老頭這邊其實是一個機關 敲一下 怎麼會有個洞 怎麼會有階梯 嚇死人喔 一路通 通到前面去了 沒有錯 老頭要在這邊蓋一個很大很大的池塘 那很大很大的池塘呢 當然是要放海中的生物嘛 但是要怎麼把他放過來呢 你以為我老頭要用變方塊的方式嗎 其實變方塊太落伍了 老頭直接在這個地方打通他 通到海洋 直接讓他游過來 這樣屌不屌 好 這個東西老頭已經花了很長一段的時間在搞了 好 說真的其實還蠻辛苦的 各位有看到之前老頭在填海 填的那一次 填這個水池的那一次圖片 就知道老頭已經在進行了 光是挖掉這個四面的這個部分呢 以及前面這地方打通這個一個預備動作啊 真的還蠻累的說真的 然後呢 待會老頭會用我們的這個磚頭呢 把這個地方全部挖掉 形成了一個很大很大的這個 這個什麼 很大很大的一個空間 然後呢 我們還會去把前面這個洞給挖空 老頭還會把前面這條路給挖空 挖空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把水放進來了 水怎麼放進來了 我們上面有沒有 已經有水池了 我們只要把上面的岩石挖掉 水就下來了 我是沒有試過會不會成功啦 不過呢 老頭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這是老頭的構思 所以說待會我們做最後一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把上面的水給挖下來的時候 不知道會什麼樣子齁 各位敬請期待好不好 OK那我們現在稍微拿一下煤礦 待會我們就開始把這邊的地方給挖一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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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終於結束了 老頭終於把這個這麼陸長的一個隧道終於挖通了 然後這條隧道呢,到對面呢 是通往這個海洋的這條道路 那這邊從這裡走到對面的話 可能要快一分鐘的時間 沒有啦,沒有那麼久啦 大概快要30秒才有辦法走完 然後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老頭已經把這裡全部都打空了 然後呢,蓋上了我們這個牆壁 好,我想要把這蓋一蓋 可惡 把它補一補好了,不然感覺好醜 喔,天啊,這個真的是很難搞耶 一個人搞這種東西 搞到民國八千年弄不完 好不好,我先把門關起來 打通了之後呢,老頭這兩側呢,蓋玻璃 鋼化玻璃 是希望將來有可能可以 應該是說將來老頭會把它變成一個 像是水族箱吧 然後這個前面呢,就是老頭的那個草皮 就是老頭加外面的那個圍牆 之後呢,這個圍牆下面應該會打通 打通之後可能就可以來 拿來當觀賞用 因為之後這邊會抓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那個生物啊 魚龍啊,鋸齒殺啊 或者是你們說的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馬面魚尾獸 什麼之類的 我們都可以在這邊 進行觀賞這樣子 好,待會老頭會做 做的動作就是要把這個低層全部打掉 打掉之後水就會下去了 那下去之後會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盡情期待吧 來,試試看 Let's go 不對,我們快要沒氧氣了 好,有點小尷尬 我覺得我應該先去做一個 我先去做一個氧氣桶好了 好不好,我們先去做一個氧氣桶 前水服 這個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鋸齒殺皮 鋸齒殺皮 我會有這麼多鋸齒殺皮 看來沒辦法做了 我們知道就是 你也知道的 忍耐吧 嗯 light 臭 我們只会贏 賣 好 這個第一層全部被我打掉了哦 看樣子這個計畫還算蠻成功的哦 各位看見了沒有 哇塞 實在是太屌了 真的水位全部都下去了 有沒有看見 然後我前面那一扇門我還沒有試驗過 待會我們看一下那個門看那個水會不會出去 老頭特地做了一個門 老頭特地做了一個門 打開看看在水中可不可以開門 答案是在水中是可以開門的 那開 開完門之後呢 水進不來 所以說 之後這個很長的這個長廊呢 老頭就必須要自己用創造模式把水給填滿 不然的話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的巨子沙游過來的 會很尷尬 不過呢大致上已經算是很成功了 老頭用這個用蠻久的 把門關起來呢 把門關起來的話 這邊的水還是會溢出來 所以說 門是沒有辦法把水給擋住的 據我所知好像是這個樣子 ㄟ這樣子還蠻屌的ㄟ 這感覺好像就是什麼樣子 轉身之門 時空之門有沒有 然後一進去就跳到新的世界這樣子 抱歉我有點腫了 不好意思 我先上來了 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剩下的這個 後續的小小的步驟 就是填水的部分呢 我們下一集再進行 好不好 我們今天這個光是弄這個東西 我已經弄了好一陣子啦 弄到我人牙馬番 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待會呢 準備要出發去外面 抓我們的巨炎龍 那個封面應該你們也看到了吧 就是巨炎龍 那這隻巨炎龍呢 生存在這個地底喔 然後是屬於在這個 那個什麼 黃金秘境的地下 這隻巨炎龍呢 他的特性好像是 挖掘吧 好像也是一樣挖掘 就是 跟那個什麼 巨爪魔炎一樣 就是挖地洞的速度 會蠻快的 而且據說比巨爪魔炎還要 還要更厲害吧 是真的假的 不是很清楚耶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看到他的鞍有沒有啊 有沒有他的鞍啊 等一下喔 呃 巨炎龍 巨炎龍嗎是不是 有耶我們有 這什麼 五個金錠 金錠我記得我們下面有吧 我們現在來做看看好了 好了有了 先做一個再說吧 OK我們做了之後 我們把一些不要的東西丟進去啊 我們現在呢 準備 前往我們這個 黃金秘境的這個地洞了 好我們來找一下巨炎龍到底在哪裡 哇靠哇靠 哈哈 各位有沒有看到上面那一櫥是什麼東西啊 哇 香菇瞬間移動 欸這些巨炎龍全部都卡條耶 欸 有沒有這麼好康的事情啊 哇好爽喔 等一下這叫我是魔法箭矢吧 這也太好笑了吧要跑掉了 剩下尾巴了 魔法生物嘛對不對沒有錯 啊就這樣抓就好啦 快笑死了 欸那邊還有一隻欸我們可以帶兩隻回家嗎 欸帶兩隻回家好了好不好各位 幹這實在太好笑了 這個生成有問題啊 咱們這個巨炎龍卡條在這邊了露出半個小小小小 小尾巴 小尾巴 我們就慢慢射吧 反正我們的箭矢非常的多隻啊 大概還有四五百隻左右吧 趕快暈了之後 這是吃什麼的啊 等一下我突然沒有去注意他吃什麼東西啊 生肉捕捉 好的 你是吃生肉 行 哇尾巴上面都充滿了箭矢耶 好爽啊 是免費贈送的呢 欸 不過這一隻好像要急著才可以抓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我懂我懂 有些東西動作久了還蠻累的 我能夠體會 現在換尾巴了 現在換尾巴 我懂你我懂你 就好比你躺在床上看書 本來是趴著累了 換個姿勢會再來一次這樣子 好換成躺平 哇這個怎麼那麼難抓啊 射了幾百隻箭的沒有在暈的呢 有了有了有了 哇啊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唉唷笑一跳 喔這不知道是打什麼 喔他直接這樣掉下來喔 送的喔 欸那邊也有一隻欸 等一下 為什麼那一隻顏色是紅色的啊 為什麼他一直在發紅光啊 而且那一隻會不會弄到我啊 我還蠻擔心的欸 15級的磁性巨炎龍 不要弄我喔我會怕喔 好啦 終於回來了 耶 來趕快玩我們的巨炎龍吧 爽 啊我們現在趕快把巨炎龍放出來 看一下在陸地上的活躍能力是如何 哇 血有7777的龍 啊據說他的挖掘能力非常的強大 是真的還假的 啊 C劍 沒功能 右鍵 喔唷 喔唷 又一鍵是地裂樹啊 哇這邊有點冷不管了 來 地裂樹 切勢滴 What the hell 哇左鍵咬那麼高喔 然後 咬九宮格 咬九宮格 哇哇哇 有點小尷尬 你這樣咬九宮格 啊 就跟巨魔炎差不多 該怎麼講啊 這一隻跟 跟巨爪魔炎 差在哪裡啊 怎麼感覺咬法都差不多 而且這隻體型比較大又比較難搞一點 對不對 西劍沒功能 頂多右鍵多了一個這招 啊 是不是 如果是呢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選擇用這一隻嗎 這一隻是 血比較多啊 對啊 血多而已啊 負重高 但是 體型太大了 有點難 難以控制啊 還是說他在地底之後他發揮效果更不一樣 可以來個亂挖這樣子 啊 我也不是很了解 咬看看就知道啦 咬 啊奇怪 你在咬哪裡啊 喂 這傢伙亂咬一通啊 這個角度要喬好 才能咬得到呢 我覺得我不如自己徒手挖感覺比較快 不過說真的他就咬蠻快的 好像是只有咬 三成二而已啊 這叫作只有咬三成二啊 哎呦二元 嘿嘿嘿 幹什麼東西 哎對啊 只有只有三成二啦 我剛剛我之前看錯了 哎這迅猛龍幹嘛 找死啊 哈哈 白癡 比較快吧 你們覺得有沒有比較快 而且他對岩石類好像可以減輕負重的樣子 好像沒有看錯了 抱歉 反正剛好這個地方我需要把他給挖絕掉 好在咬一咬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吧 就很剛好的我需要把這邊給弄平 就由他亂咬 剩下我在清理後續這樣子 他就是有點類似像那種工程裡面的大鐵球 打掉大型的物件 剩下小型的就由我們人工去去執行 大概是那種感覺吧 我覺得 我是這麼認為啦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巨巨龍巨岩龍 我們這講巨龍岩 這就是我們的巨岩龍啦 好個人是覺得還不錯啦 他的右鍵好像沒有辦法 開路的樣子 沒有 就只是一個土魔法這樣子 好吧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晚一點我再早一點時間把這個旁邊這個小山丘給弄平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左下角給訂閱右下角給喜歡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方周方塊師也再見妹啦 掰掰 HärбиIN lys 螺 ten 螺 螺 螺